生理期常让女生感觉疲累 一杯温牛奶 暖暖身体正好 却听说 我有听说过生理期不能喝牛奶 是真的吗 我还蛮喜欢喝牛奶 可是有听说生理期不能喝牛奶 有这样的疑虑 是因为牛奶的成分被认为 可能影响身体对另一种矿物质 铁的吸收 牛奶富含钙质 那在肠道中呢 钙跟铁会容易有竞争 抑制的作用 那所以就有可能导致说 铁被吸收不良 身体缺少铁 虽然有可能造成生理期腹痛加重 但是一杯牛奶并不会造成 这么大的影响 钙要能去影响铁的吸收 钙的摄取量达到每日的2600毫克 大概要家庭耗的牛奶1.2桶 才有可能造成影响铁的吸收 所以其实适量的摄取一些温牛奶 是没有问题的 生理期喝牛奶 反而是温度要特别注意 温热的牛奶 绝对比冰冷的牛奶 更适合在生理期饮用 大约新闻 红旗邓明一 温国家花联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